你们知道吗 千万别给法国人吃中国小零食 否则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画面 是这样的 上一期视频里 我随口说了一句 想帮太极权老爷爷找找人 没成想 还是被你们给找着了 咱网友们的力量 可真是不服不行 今天早早的 就搭个摊车来到集市 寻思一会 早点收摊 好过去跟大爷 说一下这个好消息 刚把车门打开 吃过摊老板 就凑过来跟我们开玩笑 说我们出去度假这么久 有没有给他带点好吃的回来 好家伙 他怎么没玩这些 不过还好我家里 刚从国内给我寄了一箱芝麻丸 我就给他尝了几个 他一边是一边跟我说 今天对他来说 是个特殊的日子 因为一会儿 他儿子又带着 新出的女朋友过来见他 他问我说 这个芝麻丸挺好吃的 能不能卖它两盒 他一会儿有用 我一想 这老爹平时看得掉 浪当的 关键时候还挺创恐的 他知道给未来的儿媳妇 准备点见面礼 我就直接送了两盒给他 解锁 原来是送给买菜的老乡好 没过一会儿 说过他老板的儿子 真带着对象过来了 还可以扔到餐车跟茄 来给我们唠嗑 我一边唠 一边又给人抓了一把 结果他儿子说 旁边紧挨着我们的 卖糖条的老板 平时就有点腼腆 不咋爱说话 我清楚都看着我 在这吃半天了 不让一下也不太好 姐姐给抓了一把货去 结果人听说 是我家里的人 大老远从国内寄过来的 可以先给家里 一锅糖条送过来 让我拍给家里的人看 说他们啥时候 有机会过来玩 他要请他们吃这个 出汤的时候 说过他老板 又拎了瓶酒过来 跟我说 上次他不是说 他有个舅舅 很想认识我们一下 要对我们谈个大事 人家今天来巴黎了 这不见那里 都托他烧过来了 所以要不咱约个时间 过去见见 朋友们 那咱明天就过去看看 这到底能是多大的事呢 这到底能是多大的事